男神玄冰和女神孙艺珍拍摄韩剧《爱的迫降》后假戏真作 交往了将近两年 昨天晚间同一时间公开宣布结婚 震惊了演艺圈 其实小两口被爱之后呢 也多次的在镜头前放闪 玄冰表示不想回到过去 而孙艺珍则承认玄冰是她的初恋 韩剧里深情一吻 玄冰和孙艺珍在《爱的迫降》升格为恋人之后 在10号宣布结婚 玄冰的经纪公司在IG上公布婚讯 附上一张牵手照 表示我和总是让我笑的她约定好了 今后的日子都要携手并行 孙艺珍同一时间po文 秀出张小婚纱的照片 她表示很开心找到共度余生的人 她就是大家想的那个人 她是个温暖让她感到踏实的人 两人过去多次合作 传了三次绯闻都不认 直到第四次有还没拍到 玄冰接送孙艺珍打小白球的照片 他们才火速认爱 玄冰和孙艺珍从2020年3月交往至今 将近两年 如今爱情开花结果 公开之后两人也数次在镜头前放闪 玄冰提到不想回到过去 显然现在过得非常幸福 孙艺珍则认定玄冰就是她的初恋 而他们的婚礼预计会在三月举行 因为两人性格低调加上疫情关系 只会邀请好友和双方家长到场 接着综合报道